欢迎大家回到我频道,我是Emily 今天是承诺给大家的一个plant tour 上一次tour呢,还是冬天的时候了 那现在春天了嘛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植物的生长情况吧 这边两棚呢,是我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就做好的一个组棚 然后现在发现,效果还可以 就是没有达到我预想的一个效果吧 因为组棚的话都是希望这个不同的颜色能穿插在一起 那现在可以看到它们的色块分布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都是矮千牛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现在这个地方既有矮千牛又有五春花 所以它们的这个竞争力是不一样的 下面这一块是属于素根花茎吧 跟去年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可以看到现在长得非常好的是两颗颈天 这个一个是八宝颈天 另外一个呢,好像是一个颜色比较深的一个品种 这两颗颈天呢,我都有繁殖 应该都有繁殖成功 一会再看 然后这边是花叶紫椒花韭菜的味道 可能是比较有一点防虫的意思吧 这边的老棺草长得相当的可以 但是呢,矮生的马鞭草感觉就一般 这一盆还算可以的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盆 我觉得就比较抱歉吧 死了一颗 但是这一块的这个用几个小花盆做的这个小花边呢 也好几年了 所以说如果说它不是特别状态好的话呢 我也决定把它们换下来 里面那个花草呢 基本上都被这个火星花给占据了 其实里面还种了不少其他植物 但是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 我记得最边上刚开始种了个美人椒嘛 后来替换了几次 换进去的是生兰俗尾草 那现在也只发了几个牙 也是比较堪忧的 但是生兰俗尾草也是比较皮实的那种 那希望它后面还是有所表现吧 然后这边上这里还是金光菊还是有发芽 所以说可能这个还稍微有一点竞争力 然后露台这个位置呢 和那边对称的一个位置吧 都增加了这个种植草 那今年种的都是番茄 关于番茄的几种种法吧 我前面应该也已经更新过视频了 如果大家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的话 可以去翻我的视频 然后看这边 这个是乌托邦 乌托邦算是入门级的一个铁线连了 如果你是南方的呀 或者说是新手的话 很建议入这个 因为非常的好养 不容易生病 也而且是三类铁 特别容易修剪 边上这里呢 还是之前的白子莲 这个是圣母皇太后 然后花特别大 这个是一开始就养在这个小盆里的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他们换盆 因为我看了原意世界吧 就说法是只要正常开花呢 就不用换盆 如果没有开花的话呢 可以考虑换一下 那今年的这几盆冬天的话 都放在这个位置没有冻过 当然今年冬天不是特别冷啊 所以说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耐寒性的 然后里面这个是五春花的组盆 可以看到如果都是五春花的话呢 它的存活还有开花就会好很多 大概是因为这个枝条有点太短了 跟这个矮牵牛比的话 这个确实是有点比不过 然后这个呢是圆锥绣球 香草草莓 枝干是红色的这一点非常好看 然后它也是非常皮实的 这边这一颗比较大的月季呢 是一副一女心 可以看到现在花苞还是不少的 因为它的这个花是比较大 然后花瓣特别多的那种 然后它又特别香 所以说这个月季特别容易着急嘛 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牙虫也不少 说明生物防治还是不是那么靠谱吧 但是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这边呢是之前做的组盆 这个是新西兰猪胶 之前这个组合盆在里面呢 还种了一些经济菊 因为经济菊太需要水了 所以说每天到中午的话这个经济菊就尾了 所以我现在把经济菊都已经把它剪掉了 然后现在还剩一个紫叶醋酱草在里面 然后其他的呢 我放了一些小的花在里面 这个是天鸟花 一会儿那边也有开了的 开了的还是很好看的 然后这边呢是刚才说的繁殖出来的景天 去年应该繁殖了三个品种吧 现在看好像是有三个品种 虽然不是每一棵都插火的 然后这边呢是去年千叉的蓝莓 现在长出来了一个新的枝条 去年其实有四棵 后来还是死掉了一棵 其实这一块我堆了特别多花 最主要的还是这一棵藤本月季 那这个是马奈 最开始也是从一个牙签苗开始养的 那这个月季呢 深得我心的原因是因为 首先它这个花还是比较好看的 再一个呢 因为它这个香味特别好闻 一种甜橙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个味道的 人呢可以考虑入一棵这个月季 马奈的话真的是复花性也非常好 这一波开完之后修剪了 还可以再开第二波第三波 一直可以开到冬天 从这个角度看呢 还有很多花 然后这里呢 这一大片都是今年刚长出来的新笋 所以这一块呢也有很多花苞要开 这个呢是一个叫超级五春花和五春花的一个组盆 当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叫超级五春花了 这个是叫苏贝卡 然后我选的是一个奶油色 这个颜色深得我心啊 当时买的是一个这种雪盘苗 但我整个冬天呢给它换盆了几次之后 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同样的这个效果呢 还是不是我想要的这种效果 它们并没有穿插到一起去 形成这个颜色的一个点缀 可以看到这个五春花都被挤在下面 然后呢 基本上C位都被这个超级五春花给占据了 然后看一下这边特别不走心的组盆 其实当时就是种了三颗这个角颈 而且有一颗还发育不了 这个是小兔子 然后最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三色颈 然后呢品种叫万圣节 其实它是一个紫的发黑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略显高级 当然我种的一般般 没有怎么出效果 当然我觉得这个品种 明年可能还会打算买入种子来播种 然后这边的一个长条盆呢 我里面放了两颗蓝莓 一个品种叫明星 一个是叫夏普兰 矮的这个叫夏普兰 但我发现夏普兰是结了不少果子 因为买它也是想给其他的这个蓝莓来做兽粉猪的 但是我发现其他的蓝莓都没怎么结果子这一次 这个倒是枝条长得挺好的 但是呢 只有这一颗挂果挂得非常好 这边这个是醉鱼草 这个醉鱼草当然是没得说了 现在这个状态相当可以啊 上面都是花苞 这个也是为了吸引一些蝴蝶呀昆虫过来 给这个其他的植物兽粉用的 当然醉鱼草的问题还是在于修剪太麻烦了 然后这边呢 是之前种下去的玉米 到时种下去之后 还没有一个星期就发生了惨剧 刮风刮到十级风 然后我也没有出来一盆什么的 然后在那个位置里面就有两颗被刮蔫了 那现在明确的已经死了一颗 然后另外一颗呢 虽然没有死吧 但是它这个生长情况已经明显之后了 这边呢 还是矮千牛的组盆 以及这里还有五春花的组盆 那这个白色的小花有人问起过 这个是叫甲麻齿线 这个确实是很耐活 但是它的问题也在于 它的耐寒性是比较差的 然后下面这个呢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个是花叶漫长春 那现在它花期已经过了 已经开始抽这个枝条了 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太皮实了 就怎么个缺水呀 然后受冻啊都没有问题 这一颗呢是一个黑色的接骨木 这个应该是叫黑色蕾丝 我今天好像在外面看到一颗特别大的 我这一颗要长到那种树状的话 还真不知道要花多久 这个呢是我做的紫藤盆颈 上面的这些苔藓 没有合下来 因为这个显然湿度不够嘛 其实盆颈度下也还是一个问题 盆颈夏天特别是紫藤这种 很容易缺水 所以可能要对它做一个浸盆的处理 我把它放在这里 也是因为这里能够稍微存一些水 那这样的话让它不至于干死 现在这个小鸭已经被埋在别的花里面了 今年这个花开的多倒是挺多 但是花特别的小 然后这边呢是之前种的绣球 之前有杠筋 一直在说我这个绣球状态非常差 绣球养的非常烂之类的 然后里面呢是之前播种的鸢尾 我一直以为我播的是德国鸢尾 因为我去年是在路边捡的种子 但是当时它这个花已经开完了 一会儿在看北边露台的时候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那边正好也已经有开了花的鸢尾 这个角落呢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变化 还是蓝湖摆 然后这个也种了一些矮青牛 可能是别的地方放不下了吧 所以我就放在这儿了 然后这里是有一颗忍冬 也就是金银花 这个品种应该是金酒红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然后这一颗呢一直到下面都是长春藤 这个是金铜的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实在是比较皮实啊 冬天也是放在外面的 而且它的盆非常的小 只有一丢丢大 然后这边这颗呢是去年入的花叶的一个麻醉木 发现了没有 它已经退紧了 长出来还都绿了 这个品种呢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度下 虽然说去年是度过来了 但我发现它并不是特别耐热的感觉 脚紧呢现在还可以再看一段时间 这边基本上都是去年播种的小兔子 这个品种我还比较喜欢 然后看上面这一大颗 这个是天狼家买的胭脂扣啊 这个应该是去年年初入的吧 那时候一棵牙签苗价格好像还是88吧 我记得 那现在价格好像下来了不少 它这个真的很能长 真的很能长 就是从一个牙签苗长这么大 一年多时间就能做到 而且还是靠天养的情况啊 然后这个花草里面种了一棵铁线莲 看它现在长得相当的高啊 这个是贝蒂康宁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 因为这个颜色是一个淡紫色 非常的优雅的感觉 然后它实在是花量是很大的 然后长势又非常的强健 所以没有什么不喜欢的吧 旁边这一棵呢也是铃铛铁 但是它现在开败了 这个是胭脂扣 我发现铁筷子就跟塑料花一样 这个都开了大几个月了吧 它还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凋谢 可能原因呢就是因为 它并不是这个花瓣 而是属于鳄片呀 包片之类的东西 所以它特别能扛 然后这边呢 是冰玉火之歌的一个玉簪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品种 但是有没有看到 它还是比较糟这个蜗牛的 有的品种其实是能有一定抵抗 蜗牛的能力 但是大部分一棧 基本上都会被蜗牛祸祸 然后这边呢是大麻叶泽兰 因为我去年是想把它 替换到那边的花槽里面 后来发现没办法存活 但是当时我就对这个花 产生了很多好感了 因为它开花特别的漂亮 这边呢就还是刚才的万圣节交景 这个应该是蜂蜜比尔的交景 然后这边正在开的是千鸟花 这个也是播种的一个千鸟花 可以看到它这么一大颗呢 其实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花盆 这个原因肯定是因为它这个根 已经长到其他的这个下面的花盆里面去了 所以说它可以支撑这么大的一个蜘蛛 那里面这一棵呢是石灰灯 就是我的另外一棵圆锥绣球 这个是我做的最匪夷所资的组盆 这个组盆里面是两棵番茄 番茄应该是定栏玫瑰 两棵都是 但是我混了三棵还是四棵大莉花来着 当然也是我发现那个大莉花已经有点烂了 所以我觉得干脆再种两棵番茄好了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挖出来的一个洛心腹 因为之前不是给它种在这个组盆里吗 之前我调整的这个耐阴组盆 可以看到当时种下去的筋骨草 现在已经恢复了颜值了 然后这个是法兰西的玉簪 也都长出来了 然后还有白吉 所以我当时在里面种了两棵洛心腹 我觉得这肯定种不下了 所以我就把另外一棵给挖出来了 那里面那棵呢也已经发芽了 但是现在还真的有点难说 因为这个把光全部挡上了 虽然洛心腹是耐阴的 但是如果没有光的话 肯定会这样不好 然后这边呢又是另外的一些绣球了 去年唯一没有调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沙质小姐 其他的我都调难了 但是我发现明显有一棵已经调失败了 因为它已经开了呀 这个是美加紫的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品种很难调呢 还是说这个调不出来 因为现在还没看到另外的几棵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也很难说是这个产品的问题 然后看一下里面 依旧是脚紧的不走心组盆 这边呢是一棵 我在花园曼家买的一棵 东阳菌 杜菌 虽然说它这个灌服现在长大了不少 但是这个开花效果 真的和我想象的还是有一点差别 当然杜菌嘛 就是越大颗效果会越好 所以说今年呢 可能还是要把它养的稍微大一点 明年的开花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这个是叫红尘滚滚 旁边呢是我这边一直在培育的一个龟甲东青 我是打算把它修剪成球状的造型树 那现在看到它有很多新的生长 但是呢还没到可以把它修剪到球的程度 所以说这个还要继续加油 然后这边呢是去年也给大家看过的 叫华沙女神的一个铁线连 这个本身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 因为是一个色 然后比较高贵的一个颜色吧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是二类铁 所以修剪的话好像稍微麻烦一点 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加偏向于三类铁 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颗铁筷子 这个当时开的时候是黑色的 可以看到差不多啊 这还有颜色还在的 那这个确实甲花 就像刚才说的 那它也长大了不少 我记得当时给大家做开箱的时候 大家都直呼是吧 太小了 但是现在发现 一年以后还是长大了很多 我这还没有换盆 换盆的话说不定还能长更大 这个美人椒也是很多人都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植物 这边是我去年从花草里面挖出来的那一棵 可以看到它现在长得还挺快的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日本蹄钙褸 去年的话养得非常非常的差 一度被我干死了好几回 发现这个蕨类确实生存力非常的强 今年呢我给它换了一个比较阴的地方 然后试试这个月季 这个月季是我去年评为年度植物的一个月季 是叫石洛普郡一少年 可以看到它长得相当的高了现在 而且今年又长了好几个笋出来 那我现在都还没来得及给它绑上 可以看到这边这朵是已经要开了 它是有一点线色的一个粉 可以看到它向阳的那边已经开出来比较大的花了 这个是它开好了之后的效果 其实还就是一个粉月季 但是它刚打开之前呢 是有一点这种杏色 有点发沉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它的一个点 然后就还是这边的可食用的区域 这边是八棵番茄 然后是一棵巨大的树莓 这个树莓只能是越长越大 去年我还挖了几棵出来做繁殖 结果呢它还是越长越大 这还是控制了它的株形 不然的话应该是可以长很高的 这个肯定能保证一些今年的产量吧 然后这边的蓝莓 这个奥尼尔今年一般一般 感觉果子比去年大幅下降了 可能还是养护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一个花叶的胡腿子 也是羊奶果吧 我发现我家里的羊奶果就没有成功的结果果 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有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疑问 然后这边的种植草呢是两颗波士顿酸黄瓜 也是水果黄瓜来的 下面是三颗茄子快抽台了的这个香菜 看一下这边的樊根祖盆 说实话这颗祖盆呢是我做的祖盆里面我最满意的一个 虽然说有大的色块 但是颜色和颜色之前又有穿插的一个感觉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祖盆应该是去年春天做的吧 那它已经呆了一整年了 然后效果呢基本上还维持住了 所以说非常的划算 然后里面呢是珠宝 这个蓝莓就是产量非常有保证的嘛 基本上鸟也不怎么来捉 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 去年我在这里呢种的也是两颗甜瓜 那今年我遇的苗几乎都出现了这种交边的情况 我也说过了 是因为我一出来的时候没有遮阳 然后它没有经历了十级大风 所以说都比较惨 然后这边是两颗紫苏 这个是Taki的一个种子 这边还有非常小的这个辣椒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种在这里了 这个是叫桃色辣椒 那这样的话整个南边的露台呢 就基本上都tour了一遍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长度是否还满意呢 因为经常有小伙伴说我这个视频越拍越短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拍一个长一点的 然后呢下一期还会是tour 我会tour北运的露台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一键三连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呢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哦对了还忘了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几颗玉簪 这边上面三颗呢 也是去年买的这个玉簪的裸根苗 今年都已经又发芽了 说明这个裸根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最蓝呢是叫蓝鼠尔 然后下面这个品种呢 也是我一直都有的一颗玉簪 这个品种叫格拉斯 这个品种好像是六月的一个变种吧 如果养得好的话 这个叶子也都会变成特别蓝的一个颜色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养得很好 那么还是并没有差 如果不是姿说 这种品种合伎会变成特别的